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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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玩家上街散步 后果是人都清楚 内涵段子只是搞笑娱乐的小小段子 之所以大受欢迎走红 是因有些段子讽刺时政 真实地揭示了当今社会的弊端和本质 甚至大量段友还有组织和活动 眼看着段子越来越红 喜欢者也越来越多 且多是年轻人 他们可是国家未来的希望与度量 善于独立思考 这类段子会使他们看清中共的邪恶 所以 虽然搞笑娱乐的小小段子 却让强大的中共惧怕 怕百姓妄议中央 怕年轻人变成反党主力 怕不属于党领导的民间组织 和行动壮大成为一种新生力量 造反团结推强 而中共蠢的就会傻流氓搞封杀 我以前没有尘延的风起 咱们偏了心中啊 我以前不想美不轻人变成反党主力 活动 也没有人变成反党不够 太好了 后来 挖着 咱们次胡偏 过来 美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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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却让强大